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P 500呢则是下跌了0.06%来到3666.72点 那今天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Nancy Pelosi跟Mitch McConnell两个人似乎是开始谈判了 所以在11号之前在美国政府关门之前呢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达成一个共识 在刺激方案上面达到一个比较缩水版本的一个这个方案呢 我想现在看起来是有比较好的进程了 不过呢这个相关话题其实我们从这个五六月开始一直讨论到现在 已经是多次跟大家报告过 看起来似乎进程不错 多次这个白宫的Mitch McConnell跟Nancy Pelosi都出来 两个人表示相谈的非常的愉快 但是最后呢都没有后果 没有这个不是说后果啊 比较正面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次看起来呢我自己认为要达成应该是一定得达成 因为如果不达成的话呢12月11号政府的各部门就没有资金可以来继续引运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不会是两党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情况 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Nancy Pelosi跟Mitch McConnell 他们在今天是从事了今年大选之后首次的对话 那现在主要争执的点呢就是到底是9080亿这样的一个缩水版的方案呢 还是更加缩水版的Mitch McConnell他所提出来的5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对于这个川普总统的态度呢其实也是相对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昨天Mnuchin他就说如果Mitch McConnell他坚持500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 那国会通过的话呢川普总统也会支持 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共和党这边的议员已经是搜集到了更多 在共和党内对于9080亿美元这样一个数字的支持 所以Mitch McConnell现在似乎在态度上面还没有完全的软化 但是呢看起来压力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在12月11号之前这个拨款是必须要被立法 否则的话呢政府就得关门 我们在接下来应该会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结论跟进程 再来呢就是根据数据工商标准普尔全球公司 也就是S&P Global Inc旗下的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 讲到普尔一直讲的东西 以为是普尔茶觉得讲起来有点怪怪的 也就是S&P Dow Jones Index在今天就表示将会在明年推出数字加密货币的指数 不知道大家关不关注市场关不关注加密货币 这个呢对于加密货币来说可以说是终于有一个有点像是推特上面的一个蓝色勾勾一样 有身份的认证了终于呢在S&P Global Inc底下呢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指数 这个指数主要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将会从纽约的虚拟货币公司LUCAT的数据来做主要的数据来成立这个当中的基准 那明年就会开始上市 那还有大家如果说您有在做数字虚拟数字会的交易的话呢 明年的报税表上大家可能要比较小心一点了 因为现在RRS呢对于这些我想大家想到数字货币呢通常都会想到一些可能比较不正当的交易 因为好像这个各国感觉各国政府都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方式来管制这个这个数字货币的这个流动 所以在黑市呢当然数字交易数字货币是非常受欢迎的 不过如果您在这当中是有获益的话呢 在接下来的报税单当中第一条就会问有没有在数字货币的这个领域当中 获利那获利多少都必须要诚实以报 好那再来呢今天下午比较大的新闻就是川普总统跟司法部长巴尔 两个人到底是不是撕破脸了呢 这个今天上午我们在华尔街网报的时候就跟大家稍微有提到 看起来呢两个人似乎在日前是经历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一个对话 主要的原因就是巴尔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在前几天接受了美联社的访问当中就说 司法部并没有查到任何大规模的舞弊的实证 足以来推翻这次美国的大选 这样子的发言一出来之后呢就让川普总统非常的不高兴 因为这就是过去这段时间从大选之后 川普阵营他们所有的立场呢基本上都是建立在 这次大选有非常严重的舞弊的事实的这样的一个论述上面 那William Barr以川普总统非常紧密的盟友的身份 加上他是司法部长的身份 来做出这样子跟媒体非常这个简单 而且这个意图非常明确的一个访问之后呢 让川普总统他实在是觉得 不论是在这个台面上或是台面下呢 可能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跟William Barr他们两个人是有经过了一个 非常不愉快的一个讨论 那现在是不是就要把这个William Barr给fire掉呢 现在看起来是有非常多的讨论 不过现在川普身边的人呢 现在都是试图要劝对川普 不要在这个时机点来让William Barr再受到巧犹豫的对待 我们知道在过去这几个礼拜呢 大选之后已经是有多名 尤其是美国情资方面还有这国防方面的官员遭到了辞退 所以如果William Barr司法部长又遭到辞退的话呢 我想对川普团队来说 其实也没有什么真的好失去的了 但是对于美国接下来在政权转交上面 还有美国国家的国安还有这个危机上面呢 我想司法部长任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要进行一个转换 我想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现在川普身边的亲信 非常多人是非常努力的来劝退川普的这个想法 那其实呢 为什么川普对William Barr很生气 除了他前几天跟美联社的访问之外呢 现在看起来可能更生气的是 司法部底下的联邦检察官 叫做杜然他所主持的通恶案的调查检讨 这个检讨呢 主要是要了解FBI是不是有不法的行动 那这个调查到现在大家都还没有看到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非常生气的原因 他原本是希望可以在美国大选之前 杜然他可以有效率一点把这个他的检讨的公布 可以公布出来让大家 当然不知道他检讨出来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这个报告结果 但是呢川普原本想的是应该是对他是有利的结果 表示这个通俄门这件事情呢 基本上全部都只是捏造出来的 他跟俄国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 也没有因为俄国的关系帮助他当选2016年总统大选的这个最后结果 所以杜然他如果可以在这个美国大选 今年大选之前公布这个调查结果的话呢 对于川普的名声还有他的这个大选的选事 川普认为是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但是呢这个结果到目前都还没有出来 所以川普他其实是十分的不满 就认为这次大选现在结果是如此呢 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怪罪在司法部 他们动作太慢太没有效率上面了 那杜然调查到目前呢 虽然看起来川普是非常不满意 不过他还是继续调查当中 那巴尔尔之前就写信了国会说 为什么调查会延误呢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延误 所以没有办法在目前的大环境底下 达到川普总统希望在11月3号 来公布调查结果的这个心愿 所以呢看起来川普对于巴尔 他的不满的这个情绪呢 其实是从杜然在累积到巴尔 他自己在前几天跟美联社之间的访问 那所以巴尔他现在 这个乌纱帽到底还可以保留多久呢 就有记者问到了白宫的发言人 麦尼尼就说川普对巴尔是不是还有信心 那当然是一个比较这个 比较有趣的一个问的方式 就没有说你是不是要把他给fire掉 或者是他接下来他是不是可能会被调到其他地方 而是问说对他还没有信心 这当中呢就涵盖到两个人在台面上 就是以一个这个工作上面关系的一个层面 还有就是他们两个人私下 到底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紧密的关系 是不是还跟以前一样 那麦尼尼就说呢 如果总统他有任何的个人的声明 你们会第一个知道 就说如果你们就看推特 如果川普总统他有想法的话呢 他推特上面应该可以大家一起看到 那不过目前 目前呢看起来好 所以就最近除了巴尔 他的这个乌纱帽可能戴的是有点松之外 还有谁可能也在川普大希望可以开出名单上面呢 目前看起来就还有FBI的局长雷一 不过现在也看起来是川普的幕僚也把他劝退了 而且现在看起来分场有可能的呢 就是雷一他在拜登上台之后 他还是会继续来做FBI局长的职位 不过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意外 因为FBI的局长呢 基本上他们的任职一任都是十年左右 所以雷一他其实也没有做多久 拜登上台之后呢 相信也还会是他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另外一名消息人士就说 巴尔他决定要接受美联社的这个访问呢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面是因为他知道 选举是非常的有争引 他卸任之后呢 还会继续的有非常多这方面的讨论 所以他必须要离开 他不想要有人质疑 他任内在司法部无所事 是没有来调查选举舞弊 所以他在他离开之前 他需要做一下他自己的立场的表态 来为他自己的名声做出维护 那另外呢 司法部现在跟白宫之间的关系 除了这两个建筑 白宫 当然这个建筑的当中最大的这个人物 就是川普 在司法部这边呢 就是巴尔 除了这两个主人 他们两个之间 现在关系闹得非常不愉快 很僵之外呢 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司法部这边 对于白宫的人嘛 也是非常的警戒 其中一名呢 就是川普的高级顾问 Steven Miller的盟友 叫做Heidi Stirrup 他在几个月之前呢 就被 大家认为是 从被白宫安插到司法部 想要来收集一些 在选举诈欺方面的 这些内幕的信息 被司法部 看出他可能有这样意图之后呢 他在过去两个礼拜 被告知要撤离司法部 也就是他现在 已经被司法部下了禁令 不可以再进入司法部一步了 所以呢 我想这个川普总统 跟巴尔两个人之间 不论是台面上台面下 还有他们之间的人马呢 现在这个决裂 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那另外呢 就来看到川普总统的 这个行程方面的消息 川普总统呢 在5号将会来到乔治亚州 为普渡跟Kelly Loeffler来助选 大家如果对这件事情 不是非常熟悉的话呢 现在在选举方面 总统大选方面呢 基本上是大概尘埃落定 那现在还要选什么呢 就是乔治亚这边 有两个参议员的席位 因为在当时 美国大选当天 出来的票数呢 并没有过半 所以在乔治亚当地的选举法 你必须要再重选一次 这个各地的选举法不一样 所以这是美国大选之所以 这么有趣的原因的 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为什么这次 在乔治亚州 这个两个run off 会那么受大家注意呢 就是因为这两个席位 如果共和党都保住的话呢 他们就保住了 这次参议院的多数的席位 那如果这两个席位呢 是被民主党夺下的话 那民主党就可以夺回 参议院的多数席位 那这个影响之大 就是拜登上台之后 他想要推动各式各样的 重大的法律的改革 如果他没有参议院 跟中议院的话 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会受到非常大的阻碍 如果说这一次 民主党他们可以出乎意料地 夺下这两个席位的话呢 对于拜登上台之后 他想要进行 比较大方向的一个改革 会是非常有利的 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呢 要把两个席位 一次拿下来是不太可能 不过这次的这个runoff的选举 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 其中呢 这个Loffler跟Purdue 这两个现任的共和党的议员呢 他们其实本身也都是有丑闻缠身 这个丑闻呢 其中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新冠的这个居家令开始不久之后呢 就爆出来Loffler跟Purdue 他们在新冠在美国爆发之前 他们曾经是有一次来进行一个闭门会议 他们得知新冠可能会变成一个大流行的情况之后呢 就大量地狂卖他们手上的股票 就被大家认为他们当时是有内线交易的这个嫌疑 不过这个调查案呢 后来就不了了之 不过为两个人的这个名声 其实在当时就种下了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乌云 在他们两个的头上 那Loffler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他在前几个礼拜 应该是上个礼拜吧 就爆出来他也是感染了新冠 所以Loffler本身呢 他是非常具有争议 而且他在这次 尤其是不论在疫情相关的 他自己本身感染新冠 而且他在内线交易上面 又是有这个撇不清的这个疑云在这个上头 所以现在呢 他其实是比较危急的 那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就是 如果说你想要看到他们两个人辩论的话呢 在这个礼拜六 Loffler他会跟民主党这边的对手来进行一次辩论 那另外呢 Perdue他是不愿意来参加辩论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乔治亚大选这一次 想要看到一些现场直播 还有现场的这个两名参选人 他们是什么样子的角色 以及他们的政治风范是如何的话呢 比较六可以来关注一下转播 那这对他们两个人来说 接下来的这个大选呢 应该说这一次的选举 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就是他们当然希望他们可以保住他们参议员的席位之外呢 其实也是我想就对四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就是意外 这个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注意力 在全国来到乔治亚这个通常大家并不是那么注意的一个州 那川普总统对他来说呢 他现在对共和党非常大的一个他可以来操控的一个筹码呢 就是他在共和党内现在还是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所以如果说他来乔治亚这边帮这两名这个现在的这个共和党这边派出来的参选人来助选的话 我想共和党应该大家原本记地印象当中会觉得应该是会非常的欢迎 而且是非常期望川普总统可以来帮他们助选 但现在看起来呢 似乎情况并不是如此 为什么呢 就是大家还记得Signy Powell吗 在前一个礼拜 被这个川普的阵营 应该是上上的周末 被川普阵营这个突然切割的这名律师 他在二号的时候 在乔治亚州的一场川普支持者的集会上面 就呼吁川普的粉丝 千万不要投票给Purdue跟Lofler 主要就是他说 我们现在需要身体力行 让大家知道 我们对于乔治亚州 怎么最后会选出拜登 这一定是中间有个非常大的无弊的嫌疑 所以呢 我们对于乔治亚州的投票制度 我们不信任 所以如果你是川普粉丝的话 这次就要不要投票给Purdue跟这个Lofler 来做出身体力行的一个最好的行动 所以就对共和党来说 根本就是来乱的 他们现在呢 总统大选已经输了 他们当然希望要保住参议院这边的多数的席位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领先 那都是好的 所以Sidney Powell 讲了这番话之后 到底是可以鼓动多少川普的这个铁粉 我想目前共和党是不知道 不过他们非常担心的就是 如果川普这次礼拜六来帮忙助选 但是主要的这个炮火呢 是集中在乔治亚州整个选举的过程充满舞弊 我们受委屈了等等 那就会跟Sidney Powell的这个说法互相呼吟到最后呢 可能反而有非常多的共和党的支持者 尤其是川普的支持者呢 就会气到不想要出来投票 因为认为这整个大选的过程 真的认为是 可能有非常大舞弊的嫌疑在这当中 所以那我干嘛要投票呢 我出来投票可能最后会被转给 民主党这边的参选人的话 那我干嘛要投票呢 所以这让现在共和党大家是非常的紧张 共和党的高层呢 就是大佬们 大家现在对于川普总统 这个党内的这名大人物 来助选这件事情呢 是相对小心 而且是在这个手腕上面呢 是相对柔软的 那另外呢 他们采取了什么一个办法呢 我们看到共和党的高层 像是前乔治亚州的州长 Nathane Deal 还有前乔州的联邦参议员 叫做Johnny Asakyn 还有这个夏布里斯 他们在昨天是发表了联合声明 呼吁党内一定要团结 而且强调一定要保持参议院的 多数优势 也就是呢 一个比较 这个婉转的方式说 请大家不要听 这个Signy Powell 他说的这个非常 令大家不理解的 这个阴谋的论点 请大家就忘记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再来跟大家 大家回顾一下 Powell他说了什么 他说 他当时在2号的时候 在乔治亚州 跟这个挺川普的律师 Linwood 他们是共同举办了群众集会 就是要呼应川普总统主张的 停止偷窃选举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他当天就问说 Loffler怎么没有来 Purdue怎么没有来 他说 这个Linwood还说呢 乔治亚州的民众 你们不要上当两次 这里是乔治亚州 我们不笨 我们1月5号 不会去使用 中国制造的投票机器来投票 没有人可以再骗乔治亚人了 如果Loffler要你的票 如果Purdue想要你的票 他们必须要努力争取 所以我想伍德这边讲的呢 就是 如果说Loffler跟Purdue 他们想要你的票的话 他们应该要展现出来 他们对于川普的中心的态度 那这个Purdue呢 他就提供的就是 你们应该要身体力行 你们就不要投票 因为这投票的过程呢 都是虚假的 所以 我们就 拭目以待 看礼拜六的时候 川普来造势 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另外呢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最新情况就是 Wisconsin的高等法院表示 驳回川普阵营 要求撤销Wisconsin 22.1万张选票 这当中主要就是Wisconsin 跟这个Dane County 这两个大的郡的 这22.1万票 川普的阵营认为 这当中非常严重的 舞弊的行为 认为是 这22.1万票 都不可以计算 那Wisconsin的高等法院 以4比3的比例裁定 这个案件呢 必须要先通过 下级法院的审理 才可以来到高等法院 那川普的阵营 当时的这个计算呢 就是他们认为 选举人团在12月14号 就要进行投票 他们没有办法 通过正常的渠道 来实现他们的诉求 所以就直接上告 到高等法院 不过今天 已经是被高等法院驳回 就说你们先从这个 下等法院通过之后呢 再来我们这边 不要跳级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了 这个是 用意的卧底调查组织 叫做Praja Vereta 近日呢 他们公布了 多场CNN的 内部会议录音 就指控CNN在选前 刻意制作 不利于川普总统的报导 其中包括 CNN的总裁朱克 他在10月初 特别的主复下属 不应该常理化 川普他感染 新冠之后的作为 这个是他们在 前天公布了 多条录音档 就揭露CNN 过去两个月 他们的 成监会议的内容 那当然 真理计划 他们是一个 非常具有 政治倾向的一个组织 那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呢 目前基本上就是 你看你是在什么地方录音 那加州的法律呢 就是明定 如果再没有经过 当事的统议之下 录音的话呢 最高会面临 2500元的罚款 跟一年的刑期 而且 这并没有办法 来当作呈堂共证 不过我想 他们应该也没有 把CNN告到 法院上去 而且CNN 跟Fox一样 他们就是 现在基本上就是 在政治的 这个偏好上面呢 是有他们的 喜好的 这个媒体 所以 他们想要 以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操纵他们 或者是他们希望 以什么样子的方式 来做出 他们对 这个各个 新闻事件的 这个陈述呢 我想大家可以有 非常明确的 主观的喜好 但是 你这个 录了音之后 你可以把它 告到法院去吗 可能是不行 但是相对来说 你在没有经过 对方同意的 情况之下 来录音 却可能会让你 自己深陷到 法律的 这个泥沼当中 不过呢 真理计划就说 未来几天会公布 更多CNN编辑 电话会议的录音 我想大家听到 这个新闻呢 可能 心中就是 可能唯一会觉得 比较惊讶的 就是如果你原本认为 CNN是一个 完全中立的一个媒体 那你可能就会觉得 好像有点受伤 那我们在 尤其在美国大选的 这段时间 看CNN的话呢 当然各大新闻 各条大新闻都会播 但是每一条新闻当中 对于川普 是不是有敌意 那的确就是有敌意 所以他们在 他们新闻的制作上面 会不会对川普是 采取一个 比较丑陋的角度呢 我想这个目前 如果大家有在看 福克斯或是CNN 比较起来呢 就是会有个 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 所以这个对目前的情况 可以造成一个 什么大的 什么样子的大的改变 我想其实也不会 因为讨厌 CNN 喜欢川普的人呢 就还是会一样 讨厌跟喜欢下去 那看CNN的人 在看到这个 内部编辑的对话之后 会不会对CNN 失去信心呢 我想如果真的很讨厌 川普的人 看到这些 这个会议内容 基本上也不会改变 他们心里面 对川普的 这个不喜欢的程度 对CNN 相信的程度 是不是会有 任何的改变呢 我想 看起来 其实也不会 因为这次的大选呢 就是一个 非常量级的一次大选 那美国现在的社会呢 基本上也是 非常量级化的一个社会 好那再来呢 我们就来看到 目前疫情的相关消息 首先就是 洛杉矶的市长 在今天 他就发布了 居家令要求 洛杉矶市所有的居民 都必须留在家中 这个命令呢 就几乎限制了 所有三个家庭以上的 所有社交聚会 但是可以受到保护的呢 就是宗教服务跟抗疫活动 还是可以继续 目前看到 洛杉矶县 新冠的感染人数 是来到了 四个十百千 个十百千万十万 已经来到四十一万了 死亡人数是来到 七千七百四十人 所以现在 我们这个 今天在结稿之前呢 看到是洛杉矶市的市长 发出了这样的声明 那我们刚刚 在节目开始之前 也看到 加州的州长 Given Newsett 他说 接下来在加州的 五大区当中 可能有四个区 都要跟警 也都是要发布居家令 所以如果您 人在加州的话呢 您可能要多看一下 这个接下来 这几个小时的新闻 非常有可能 您所居住的地方 也马上开始 要有居家令了 那另外就看到 纽约 纽约的州长 Andrew Cuomo 今天呢 就表示 预计第一批 由辉瑞 所提供的 17万剂的新冠疫苗 将会在15号到货 另外呢 市长白思豪 在昨天也确认 这批新冠疫苗 会首先抵达 纽约市 下一批 Moderna疫苗呢 会在22号到货 所以这个 目前我们看到 在12月底之前呢 纽约市将会收到 46万5525 所以他的姐妹版 HR1044的法案呢 其实比较起来是有些改变 比如说增加了禁止 从属中国军队 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外籍人士 调整身份 众议院必须要协商两个人 两个不同的法案 应该说这两个是姐妹法案 但对当中呢 是有 像是我们刚刚说的 禁止从属中国军队 还有中国共产党的外籍人士 调整身份 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具体的条例 这个众议院跟参议院之间 他们必须要达到一个 共识之后呢 才可以通过 通过之后呢 就送往总统的 这个办公桌上面 就签字 那这个S386 就会正式的成立了 他提出来之后呢 其实在表决的过程当中 是一直受到非常多的一个阻碍 有很多的参议员 他们提出针对 H1B工作签证的持有人 还有外籍医疗业者方面的 这个细节的修改 那最终版呢 新增就包括像我们刚刚说的 禁止从属 中国军队 或是中国共产党的外籍人士 调整身份 以及实施后的前九年 发给H1工作签证持有人 还有他配偶的绿卡 不得超过总数的70% 在实施的第10年 发给H1工作签证 还有他配偶的绿卡 不得超过总数的50%的内容 那这个案件呢 如果想要在今年通过的话 其实剩的时间 是不是特别的多 因为众院在本月的11日 就收费了 所以可能要拖到明年1月 或者是新一任的国会上任之后 才可以在两月重新再来提 那S386在华人社区起之前 是受到比较多的反对 很多人担心呢 这个如果职业移民绿卡 取消国别的上限的话呢 那就会让这个 有比较长期积压的 印度裔的移民会来插队 因为他们人比较多 导致其他的申请人的排期 会大幅的变长 但是有华人就表示 这个法案可以加速通过 像EB1这些杰出人士 或是EP5投资移民的绿卡申请的进程 所以这些华人的社群当中呢 其实支持跟反对声音都是有的 那再来我们说到H1B 就来赶快看到一下 脸书是不是偏好 H1B的廉价劳工呢 我们现在看到川普政府 已经是对于脸书 针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起诉 他们认为脸书 这个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一份长达17页的投诉当中 司法部的民权部门就说 脸书在2018年跟2019年期间 至少招聘了是2600个职位 这些职位是由H1B的 高技能签证的移民补贴 那这些当时公司正在申请 来赞助这些工人的永久居留权 也就是绿卡 所以说这些职位呢 其实在相照之下 他们所得到的薪资 跟原本美国有的一般的水平 是相对来到相对低的 所以呢脸书是不是就是使用H1B 来聘请年假劳工 反而在同个时间当中 就损毁了美国的本地的劳工 可以在脸书来取得到职位的一个机会呢 我们现在看到川普的政府 他们在1月20号可能要离开白宫的情况之下 现在对脸书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告诉 另外还有就是 美国大约有20到30个州的地方检察官 可能最快在下周也会对脸书来提出诉讼 这个诉讼的主要的这个针对点呢 就是反垄断的诉讼 同时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 也在准备类似的诉讼 这将会是年内 美国司法部对谷歌提出反垄断诉讼之后 第二个被告上的互联网的巨头 所以恭喜脸书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当中 在这个司法诉讼上面呢 他们应该是有的忙了 那最后简短的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现在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美股大盘的 这个S&P500 在指数呢 已经连续两天站上了历史的最高点 在之后股市是不是可以更上一层楼呢 可能有三个比较大的事件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就是第一个 新冠疫苗的推出 还有美国的刺激方案 这个我们今天都讲到 这个新冠疫苗推出 接下来在年底之前 在12月结束之前呢 应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进展 到底有没有用 到底是不是可以让美国慢慢的来恢复 所谓的正常 我们应该很快可以看到结果 美国新的刺激方案 这个在11号之前呢 相信一定会有个结果 以及英国脱欧的贸易谈判 这都是接下来呢 股市 上面会有造成非常大影响的三个主要的原因 所以大家如果兴趣的话呢 这三个可能在接下来年底之前 是每天在操盘之前呢 应该要来关注一下的要点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下午的北美新闻 我是为人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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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